鍾玉冰仔仔日前頭提前合作夥伴侯佩成 洗手為日本服裝品牌代言 葵威那麼久再度聚首 兩人在演藝圈的表現都很亮眼 仔仔和侯佩成各自入圍 今年金鐘獎的男主角和綜藝節目主持人 兩人的開心之情予於言表 很平靜啊 我不是特別會把這個事情放到身上去 給自己太多壓力的人 這一次是第二次的入圍 所以我已經感受到其實 評審對於我的表演方式的一個肯定 這樣就夠了 其他的我想我每一年做好自己的工作比較重要 完全是抱著只參加沒有想要得獎的心情 因為這一次對我來說 可以做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然後可以入圍已經是很高興很高興的事 這對我來說已經是得大獎了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希望 但是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努力 然後可以跟這麼優秀的主持人一起入圍 已經是我的美夢成功 仔仔得獎的呼聲高 但最大頂首莫過於也有三次入圍 那都沒能得到評審青睞的龍少華 兩人合作夠回家之檔戲 也算是有交情存在 面對龍少華放話 如果敗政就先仔仔上台領獎 仔仔則很謙虛 龍哥啊 龍哥我們在回家裡面他演我叔叔 結果龍哥是以另外一部戲入圍男主角 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心底話是我一直以來 可以去調以前的訪問 我一直以來都希望 其實台灣在各式獎項方面 可以去真的去 也可以去尊重到一些比較 比較資深的藝人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可能也許我還有其他時間的機會 也會比資深的長輩還來得多 所以但是對於長輩 龍哥這次第三次入圍 我自己也會蠻祝福他可以 龍哥如果很開心的話 我是蠻願意 當他帶我上台他去領獎的時候 帶我上台我蠻願意的 另外侯佩成入圍金鐘固然開心 但身邊一群好姐妹像大S 吳佩茨和梁靜如等人 都紛紛傳出懷孕喜訊 侯佩成的壓力自然不小 只不過當提到小S時 侯佩成是立刻跳出來聲援 但一旁的仔仔卻選擇閉口不貪 我認識的小S是一個非常有智慧 然後她是很勇敢的女人 所以我相信她可以面對這些事情 那我像對她來說 我認為她很敬業 就是還是一直在自己的崗位上很努力 那我相信她可以 她可以就像以往一樣 面對不一樣的危機 她都可以很從容的去面對跟處理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小午視頻娛樂 台北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搜狐視頻 我是瑟麗